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单来讲 你看看 因为台湾的高山 隆起得很快 事实上沙山地底下边几十公里 每年大概一公分 半公分 甚至一米里 这样的速率 与百万年的时程 一直从下面跑上来 这也意味着这些东西到上面 接近地表的时候 它上面本来有二十三十公里 压着它上面的石头 风化掉 撑石掉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 体质会什么 膨胀起来 产生很多很多所谓的结理 裂系等等的事情 它这样子一个过程 里边你会了解得到 非常有趣的现象都出来了 所以很多所谓的脏的历史 伸脏的力量出来 那这个是单单沿土 从下面上来的一个现象 那大地构造来讲 更有趣的现象 在台湾的东侧 东北侧 一道冲城海潮 是一个南北伸脏的力量 这个增长力量一直通到 台湾的东北 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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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台湾的东北 都会受到这个伸脏力量的影响 那我们关注的台湾山 家楼湖 春楼 这些高山湖过头的凹陷 除了刚刚所说到的气候 冰川 建兵骑等等的影响之外 它还是有一种所谓 从下边而上来伸脏的力量 这样的延时的撕海 做成这个凹陷的地形 作成凹陷的地形 中文费 中文贵